东奥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五节 短期债务管理 因为我们营运资本是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那我们在这一节是要介绍有关 可以说说流动负债的一些管理 我们这一节呢有三个考点 那么从考试来看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在主关题里面 像短期借款的这个有效利率确定 可能会考察到我们 但是比较多的还是客观题的考核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短期债务筹资的特点 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前年谈的 长期的筹资方式对比 那么短期债务 因为期限短 可能比如说就以借款为例 你借 比如说我借一年起的款 借十年起的款 借款期限长可能各种审批啊什么的 它可能考虑的问题也会比较多 所以这样导致呢 就是说它可能手续会比较繁杂 而我们短期的这个债务的话 速度快容易获得 是吧 另外呢筹资负有弹性 我们谈弹性就指的是可协商可变更 是吧 就是因为你的债务的期限比较短嘛 所以它相应来说 可能我们啊就相应的就是这个灵活性 会好一点 是吧 还有就是相比较长期债务来说 它的成本会低一些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 期限短 还本的压力大 是吧 那么有说三个月都到期了 那你三个月就要考虑把这钱要还了 是吧 相比较长期债务来说 短期债务的风险要高一些 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 嗯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 就是第九章啊 在介绍长期债务筹资的时候也谈到过 是吧 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相对比的特点 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考点 其实以前谈到过 就是客观题里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商业信用筹资 首先理解什么叫商业信用 那么商业信用呢 我们指的是由于延期付款 或者说预收货款 所形成的企业间的借贷关系 是企业之间的一种信用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呃 那么 其实这个商业信用就是我们占用了 其他企业的资金 啊 延期付款 啊 比如说像我们谈应付账款啊 啊 应付票据啊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延期付款 所形成的这种负债 还有呢 我们比如说预先收取人的 这个资金啊 这就是我们先 先把货款拿到 预收货款 所以商业信用呢 最主要的形式呢 如果从我们这个 报表上 是吧 我们说这个流动负债里面 啊 我们的商业信用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还有预收账款 是吧 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商业信用 就是延期付款 或者预收货款 所形成的 企业之间的一种 借贷关系 啊 通过来讲 就是我们拿了别人东西 没有给人的钱 或者拿人的钱 还没有给人的东西 都是属于占用别人资金的 一种形式 是吧 那我们对于商业信用决策呢 实际上 你像我们这个三个具体形式啊 首先这个预收款啊 可能在我们 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 由于商业竞争比较激烈 商业信用里面可能最常见的形式 还是应付这种形式 对吧 因为预收毕竟 它数额比较少一些 但是呢 像应付账款啊 应付票据啊 通常在商业信用里面 占的数额是比较大的 而且应付票据啊 实质上就是应付款 只不过票据的话更有约束力了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考你商业信用决策 主要针对就是有关 就是我们延期付款这个问题 也就是应付款项的啊 这种有关的决策 呃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啊 假设呢 我们企业啊 要收购一批商品 它的价值呢 总价是100万 但是供货商呢 给我们提出的付款条件 10分之2 30分之N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这个10呢 就是折扣期 对吧 就是 10天之内付款 它是可以给我折扣的 我们的折扣率 是2%的折扣率 30天付款 哎 那么就是 没有折扣了哈 就是你最长的付款期 就信用期是30天 然后让你去判断怎么样去付款呢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例子啊 我们其实可以有 呃 可以说三种选择吧 第一种就是 我可以选择第10天付款 对吧 就10天之内付款 那么由于 10天 第10天付款和第一天付款 它给的折扣是一样的 我们对于聪明的财务人员 那我一定选择第10天付 是吧 所以一般来说 考试只要不特指 我就是在 折扣期那天付款 这是一种 是吧 我就选择 选择第10天付 那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呢 就是我不要折扣 我们 信用期付款 是吧 我也可以选择第30天付 啊 因为你想我第 11天付和第30天付 付的钱是一样 都没有折扣 我一定要拖到 啊 这个 第30天 是吧 我是守信用的 啊 那么 而且呢 我们就是说 嗯 等于说因为没有折扣 那我就 我就选择第30天付 是吧 而且是有信用这样的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 哎 我这个人呢 信用不好 超过信用期付款 是吧 就是我超过 30天再付 其实这也是一种 啊 方案 对吧 因为我们谈什么叫决策呢 就是说 多个方案 让你选一个最优的 那你看我这三个付款方式 折扣期付款 信用期付款 还有超过信用期付款 其实说 可以说各有利弊 这三个付款方式啊 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 把这个第一个付款方案 就称为是折扣 我就是我们谈折扣期的付款 我们可以称为是什么呀 免费的信用 而把第二种就是 呃 超过折扣期 但是不超过信用期呢 给它起名叫 有代价的信用 而第三种 超过信用期 再付 把它称为是 展期信用 这是我们商业 信用方案的三种 啊 就是具体的形式 是吧 你可以选择折扣期 就是我们谈的 免费信用 也可以选择信用期 有代价信用 以及呢 展期 就超过信用期付款 这三个方案 可以说各有利弊啊 你看我们按照方案一 也就是我们刚才这条例题 我是选择第十天付款 如果第十天付款的话 我可以享受折扣的 所以它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 只需要付98万 100万的价款 20%折扣 我只要付98万 我可以享受折扣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必须第十天就付款了 因为人家本来给我的最长的信用期 是30天的 对吧 也就是说你第30天付款 其实还是有信用的嘛 但是我为了要这个折扣呢 我就要提前付款 就是相比较我们第二个方案来说呢 我们这个免费的信用这个方案 它要提前付款 相当于少占用对方 20天的资金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谈第二个方案 就是我选择 超过折扣期 但是不超过信用期 我们说只要不特指 就是在信用期付款 第30天付款 那第30天付款和第一个方案相比呢 那就是我可以多占用对方二二天资金 而且我还有信用 对吧 我们实际上就是保持着信用 而且还可以多占用二二天资金 但它的缺点呢 你没有折扣了 你得付一百万 是吧 按总加一百万付 那我们第三个方案呢 就是超过信用期再付 比如说我拖到第50天 实在拖不下去了我才付 那这个好处呢 就是我可以较长时间的 占用对方资金 但是缺点呢 你上市的信用 是吧 你超过信用期才付钱 所以这三个方案啊 各有利弊 如果说某一个方案 全是优点没有缺点 那我当然一定选它了 但是他们每一个方案 都是各自有它的优缺点 所以需要我们的权衡 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啊 就刚才谈这条例题 我们第一个方案呢 我说是第10天付款 对吧 第10天付的话 大家看 我需要付的这个 货款的数额呢 我只需要付98万 因为我们可以想要折扣嘛 那我们对比一下啊 如果你选择第30天付 那我就要付 我就没折扣了 要付100万 就等于说比第一个方案啊 我要多支付2万 那这个2万 那这个2万就是我们上市的折扣 或者说是我放弃的折扣 对吧 所以如果让你确定一下啊 我们第30天付款 相比较第10天付款 我们所放弃的折扣成本是多少呢 如果按照绝对数来说 我们就是放弃了2万的这个折扣 对吧 这是我放弃的折扣 但是这个相对数 这个绝对数指标 放弃的折扣成本2万 可能不太便于我们比较 就比如说我这条例题是我要收购商品100万 那如果我要买500万的商品呢 那你买500万的商品 那我放弃的折扣呢 那可能就是10万了 对吧 所以这个折扣成本额啊 不便于比较我们不同的这个 收购规模的这种成本大小 所以我们想要你帮我来算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想要用相对数来表示 我们这个放弃折扣的这个成本代价 这个是一个绝对数 我想算相对数 那怎么来算这个放弃折扣的 成本率呢 呃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因为你想我们要算利息率 大家都比较熟悉 你谈到利息率 利息除以一个我们的接款数 是吧 那不就是利息率吗 那现在大家看啊 这个2万呢 我想这么理解 你看可不可以 这个2万其实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我多占用了20天资金的 应激利息 对不对 因为本来啊 第10天付款 付98万就够了 你偏要拖到第30天 你多占用20天 那你就要多付2万 这多付的2万 就相当于是你多占用20天资金的利息 那既然这是利息 我现在想要你算利息率 是吧 要用相对数来反映它 是吧 我想要你算利息率 那么呃 利息率啊 我们实际上是用呃 利息 除以一个本金 对吧 这个大家好理解 你像我这条题 利息2万 本金呢 是多少啊 本金是不是98万啊 本来付98万就够了 你多占用了20天 所以多付了2万的利息 我付的本利盒 是100万 对吧 这个100万是本利盒 本金98 利息2万 本利盒总共100万 所以本金是98万 所以呢 这个相当于就是让你考虑利息 利息是2 本金98 但这个利息率 大家看是一个什么利息率啊 是20天的利息率吧 因为这个利息是20天的利息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20天左右 就相当于是一个呃 7利率的感觉 是吧 这是我们的20天的 这个利息率 或者就是我们是 我把20天作为一期来说 这是一个每期的利息率 是吧 这是个7利率 可以说是20天 这个7利率 那么7利率就是用这一期的利息 用7利息 除以本金 这就是我的7利率 对不对 但是我们 是想要你算 一般来说我们都要给它年化 要考虑年的 这个利息率 就是一 再用资金的利息率是多少 是不是 那么如果让你算年利息率 大家看这是我的7利率 这个7利率啊 呃 如果我们要是 你看这个2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看我的原题 其实没有这个2 这个2我是用 呃 总加100乘上折扣率2% 而分母这个98呢 我是用100 乘以 1减2%得来的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7利率就是 2%除1减2% 这是我们的20天的这个利息率 但是我想要你求一年的 占用资金的利率 我想给它年化 是吧 年的这个占用资金的这个利息率 那我们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就用这个7利率有了 我想要你求报价利率 上去是报价利率 那么报价利率是怎么算的 就是把7利率乘上一年的计息次数 对吧 那么我们的一年计息次数 你注意20天是一期 一年有多少个20天 那就是一年的计息次数嘛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我们前面用代码m m就是一年的计息次数吧 一年计息多少次呢 20天是一期 一年我们假设一年360天 360除以这个20 这就是我一年的计息次数 所以这个报价的年利率 是吧 7利率是 这个2除以98 那我们报价的年利率呢 那就是把这个 我们的7利率 2除1减2% 你给我乘个什么呢 乘个一年的计息次数 360除以20 对吧 我们一年有18个20天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有关 所谓放弃折扣的资本成本率 其实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实际上就是 你占用资金的应计的利息率嘛 但是我们要给它年化 所以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式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大家看折扣率除以1减折扣率 就是我刚才讲的 2%除以1减2% 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谈的这个7利率 是吧 每7的这个利息率 就是我们谈的7利率 因为你的利息是2万 本金是98 对吧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你把那个 因为这个2是用100层折扣率来的 这个分母这个本金 实际上是100层1减去那折扣率来的 所以上就是折扣率除以1减折扣率 其实就是我们谈的 每7的这个利息率 然后呢这个360比上 信用期减去折扣期 就像我刚才的30减去10 对吧 你看我这个20天 这个20天怎么来的呀 因为我们第30天付款 相比较第10天付款来说 我们是多占用了20天资金 是不是 所以这个20是用信用期减折扣期来的 我们先看这个信用期减折扣期 所以360除以这个信用期减去折扣期这个 这个上就是我们的一年的 相当于是计息次数 是吧 就是我们以前讲那个M 所以气利率乘上一年期次数 就是我们的年的放弃折扣成本率 就是这样的 对吧 但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报价利率 是吧 那么我们如果要考虑年有效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年计息多次啊 你每一期的你还可以考虑 它的这个利息会升息嘛 所以我们说要给了一个公式 就是说 如果按负利计算 那这个公式呢就变成什么了 大家回忆一下啊 还有那句话 你其实很好记的哈 你看我刚才讲了 每期的利率 实际上是用折扣率 就像我刚刚看到题 折扣率比上1减去折扣率 然后一年的计息次数 这个M是吧 那我们上用360比上信用期减去折扣期 就像我刚看到了一题 360除上一个30减去10 那就是一年计息18次 那现在我让你求年有效利率 所以其实书上它就要称是按负利算 就是考虑到每一期的利息 它也会升息 是这样的这意思 那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前面讲的公式 如果知道每期利率让你求有效年利率 有效利率等于什么呀 等于1加上每期利率的M次方减1 是不是这样啊 那你看我的每期利率是多少 折扣率除以1减折扣率 而M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360比上信用期减折扣期 所以这个公式哈 我们书上也提示了 就是如果是负利计息 是吧 考虑你这每一期的利息 它还会升息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1加上每期利率的M次方减1 但你要知道我的期利率 就是我刚才讲的 是折扣率除以减折扣率 而一年的计息次数呢 就是360比上 因为你信用期付款 相比较折扣期付款 我们刚才讲是20天 就是一期是20天 那你一年有几个20天 就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公式你理解以后就很好记得 和我们前面第三章讲的公式是一样的 那大家看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 第一个方案 第十天付 第二个方案 第三十天付 我现在接着说啊 假设我呢 超过信用期 我拖延付款 我拖到第50天 我才把这个钱啊 我实在拖不下去了 我才给他付了 大家看我拖到第50天付款 我付多少钱呢 当然还是100万啊 你想我都拖欠了 我恨不得不想给你了 是吧 我能给你就不错了 你觉得哎呀 你就想你能收回价格 就很好了 是吧 所以实际上 我付的钱还是100万 那你不可能有折扣了吧 对吧 你都拖到第50天了 所以我付的钱还是100万 但是大家看 这个2万啊 也就是说你所放弃的折扣成本 因为我们第10天付款是付98 你第50天付100 这个2万 相比较这个第10天付款来说 是多占用多少天了 那这个就不是多占用20天了 是多占用50天比第10天 多占用40天了 是多占用40天资金的 应急利息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道题考试特指了 我拖延到第50天才把钱付了 那如果想要你求每期的利息率 就是你占用资金的利息率 实际上也就是你放弃折扣 要付的代价 对吧 你放弃了折扣 你付的这个代价 不是多付的利息吗 那你放弃折扣成本 如果每期的这个利率呢 每期利率就是2万 除以98对吧 利息是2万吗 你多付2万的这个利息 本金本来付98就够了 所以它的每期利率还是2除以98 但是呢你看 这个付的这个利息 是多长时间付的利息啊 我再问40天 是吧 是40天的那个利息率 实际上是每期利率是 就是40天的利息了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一年的这些次数 一年有几个40天呢 360比上 因为你第50天付款 相比较第10天付款 你是多占用40天资金 那40天付了这个利息代价 那么这样一来 9次了 一年就说是9次 所以第50天付款的 我们这个放弃折扣的 这个成本率 大家看 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的话 我们这个期利率就是 还是2%除1减2% 对吧 就是我们说那个 我放弃的折扣那个2万 而那2万不就是用你的总价 乘折扣率来的吗 比上一个呢 本来想要折扣 说你可以只付 就是说那总价扣除 折扣那一块的 就是8 是吧 然后就是我们折扣率 比上1减折扣率 就是我期利率 然后呢 我们要乘上一个什么呢 一年的G7次数 一年是360天 然后呢 你是第几天付款 你是第50天付款的 第50天付款相比较 折扣期付款 你是多再用了40天资金 是吧 所以你看我们书上的公式 付款期 减折扣期 对吧 也就是如果遇到延期付款的情况下呢 那就 我是第50天付 并不是信用期付款 是吧 所以是分模式上就是你 呃 就是 占用了多长时间的资金 是吧 所以我们说付款期减折扣期 是这样 而且利用这个公式呢 我们有的时候在客观体 他会考你这个影响因素 那我们从这个公式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折扣率如果越高 当然你放弃的折扣的成本就越大 是不是 还有呢 折扣期如果越长 你这个分模减去折扣期 你减东西越 这个越大 那分模变向一出就变大 是吧 所以折扣率 折扣期 他都是和我的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是同方向变动 但是信用期 也是这个付款期 你越拖延付款啊 那相当于你这个 就是相当于 这样我们的资金时间长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会使得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会下降 就信用期 或者付款期 是和我的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是反向变动 但是折扣率 折扣期都是同方向变动 呃 那么对于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我们刚才谈到了哈 就是说 呃 我们一般来说啊 就是可以说就是用那个报价的利率 就是用期利率乘上一年这些次数 但如果考试它特质 按复利来考虑 那你就 想一下我们公式 1加上每期利率的m次方减1 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来说不特质 我们都是重点把握的 就是这种比较简单的公式啊 就或者把利率 就是报价利率那种公式啊 就是年的放弃折扣成本率 就是每期利率乘上一年的这些次数 我们看一下以往的一道单选题 你看他就没有 你看他我们说不考虑复利的 是吧 或者他根本都不提 那你就是按照最简单就行了 说供应商向假公司提供的信用条件是三十分之二 九十分之N 那我们的折扣率是百分之二的 是不是 说一年按360天计算 让你求放弃折扣成本率 那我们的公式折扣率百分之二 除以一减百分之二 这是我的期利率 然后我们就直接乘上一年的机器次数 因为你第九十天付款 相比较第三十天付款 我是多占用了六十天资金 对不对 所以用360比上信用期减去折扣期 是吧 我们做熟练以后 就是折扣率比上一减折扣率 乘上360比上信用期减折扣期 我们一般考试 只要没有特指说你是攒延付款 比如说我拖到第一百天 或者拖到一百二十天 他只要没说 我们都是信用期减折扣期 这个分子 这是我们谈有关放弃折扣成本的计算 但是大家看 我们以往的考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假设我们还是这道题 他考试他告诉你说 让你考虑负率 那你怎么来算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强调 就你得理解他的含义以后 再记这个公式就好记了 就是我的每期利率 其实就是这个百分之二 除以一减百分之二 对吧 那么我们在考虑的你这个是 就是等于说我们占用资金的这个 就是我们导致我们要多付的利息 或者就是你放弃的折扣代价 那这个利息其实我们是多占用了60天资金 因为第90天付款 因为放弃折扣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选择 就是我不选择30天付款 我选择90天付款 所以你多占用了60天资金 所以这个利息率是60天的利息率 对吧 那既然是60天的利息率 那你一年的这些次数呢 一年360除以60 是6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放弃折扣的 考虑复利的 就年有效成本率 就是1加上每期利率 1加上2%除1减2% 对吧 M次方M次方6 然后减1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就是指标的计算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决策原则 因为我们计算这个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是要让我们去做决策的 如果你算出来 放弃折扣的成本率很小 比这个像银行贷款 或者考试他会给你 这个一般都会告我们短期贷款率 或者给你一个短期投资收益率 如果放弃折扣成本率很小 是吧 那就是说 实际上什么叫放弃折扣成本呢 实际上就是 你放弃折扣 要多付的那个利息嘛 对吧 就是你放弃折扣 你延到信用期付款 你要付的利息 你付的利息很小 比像银行贷款的利息小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说明这个 放弃折扣是对的 对吧 因为我放弃折扣要付的利息很小 那我就选择什么呀 信用期付款 实际上就说 既然放弃折扣的成本很小 那我就放弃折扣 对不对 我就放弃折扣 那我们如果要是算出来 放弃折扣成本率很高 什么叫放弃折扣成本啊 我刚才给大家理解了 实际上就是你 没有选择折扣期付款 选择信用期付款 你相当于是多占用了 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资金 你要付的那个利息 对吧 就是在信用期付款 你要比折扣期付款多付的利息 这个放弃的折扣成本 就是你要多付的利息 你付的利息太大了 对吧 我们付的利息 就是你这个多放 就是多占用了那么几十天资金 你就要付好多利息 这个利息啊 比像银行贷款的利率高 那你这个放弃折扣就不合算 对吧 所以就不能放弃折扣 因为放弃折扣的成本太大了 我就别放弃 所以大家看啊 既然不放弃 但是折扣期付款 所以其实我们就 应该说考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么来 这个记忆他啊 就是放弃折扣的成本太大了 别放弃 对不对 如果放弃折扣成本很小 就可以放弃 是不是就好记忆一点 是不是 因为你算就是放弃折扣的成本 如果放弃的损失太大 不要放弃 不放弃就是折扣期付款 就是享受折扣 但如果你放弃的折扣成本很小 是吧 那就可以放弃他了 对不对 要不然你向银行贷款 那利率成本会更大 是吧 此外有的时候 他还会让我们去决策一下 这个展延付款的问题 就是 我们刚才给大家那公式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折扣率比上 一减折扣率 乘上360比上 这个付款期减去折扣期 对吧 那很显然你这个分母的这个付款期 你展延把它变大 它就能够使我们 占用资金的那个利息率会下降 是吧 就它可以降低你的那个放弃折扣成本 这是它的好处 但是我们说展延付款有缺点 它会导致信用损失 那如果说我们展延付款 带来的好处比较多 而这个损失比较小 那我们就攒期 但是反过来呢 如果展延付款 它降低了之后 很小 而展延付款的信用损失很大 那就别攒期 实际上就是看什么呀 就是哪一个成本低 我就选哪一个呗 是不是啊 哪一个让我的代价小 我就选哪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决策的原则 不过一般来说 考试它主要是让你对比 折扣期付款好 还是信用期付款好 所以就是把我的放弃折扣成本率 和它给我的那个短期利率去对比 放弃的成本太大了 别放弃 既然不放弃 就是折扣期付款 是不是 如果放弃的折扣成本率很小 就放弃 那放弃不就信用期付款 是不是 另外有的时候 它可能还让你去 做一下供应商的选择 就是可能会给你多个 提供这个不同信用材的卖方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要让你去 衡量一下啊 我们这个 放弃折扣的成本的这个 这个数额 因为我们刚才谈了 如果放弃的折扣成本太大 那就别放弃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选择呢 这个信用成本小 或者说所获利益最大的一家 这个怎么去理解 是吧 怎么来理解 我们书上这句话 我们结合例子来说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他告诉你说 这个公司要采购一批零件 有甲頤两家供应商 甲供应商规定的付款条件呢 是十天之内付款 付98万 三十天之内付款 就付全额 这一看就是越早付款 就付 越优惠的 是不是 所以就可以说 这个甲供应商的付款条件 我们用这个分子分母的形式 给它写出来 十天之内付98万 三十天付全额100 那我们的折扣率是多少 我们的折扣是相对于总价来说的 那折扣率呢 就是说我付的钱是98 98比100万 我折扣额就2万 那折扣率呢 2万除以总价100 2% 是不是 所以就是十天之内付款 有2%的折扣 就是十分之二 三十天之内付全额 那就是三十分之N 这是假的 然后乙呢 它的付款条件是 二十天之内付99 三十天付全额100 那就二十天付款 我的折扣额是1万的 那我们折扣率多少 折扣率是跟总价去比的 所以对于乙供应商来说呢 我们实际上 它的这个折扣率呢 那就相当于是 二十分之一 对吧 然后三十天付款也是付全额 这是两家供应商 其实这个 有关放弃折扣成本 就是这个考核 就是在主观体考核 就是我们现在很少 一般就是客观体 但是很久以前也曾经考过 那么首先大家要有会计的常识 就是要汇算这个折扣率 你像我们这套题 你一看就知道 比如说我们以前考过 就是他告诉我们说 他比如说 如果要立即付款 那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立即付款 那么你要付的钱呢 他比如说告诉你需要付 随便说啊 九千五百四十元 就是立即付款 然后呢 又要告诉你说呢 就比如说 三十天之内付 比如说你就要付 九千六百 比如说五十 然后六十天之内付 我告诉你付九千七百 比如说八十 然后九十天之内付 我们说付全额 比如说我说要付这个一万元 大家看他给了这样一个付款的 这个就约定 那你这个总价是一万 所以很显然大家看 我们这个立刻付款的 这个折扣额 九五四零和一万来比的话 那实际上 那应该是四百六十的折扣额 对吧 那这个九六五零和一万比呢 我的折扣额呢 是三百五十元的 而这个呢 应该是二百二十元 对吧 应该是这样 所以要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谈的所谓折扣率 它只是和总价来比的 是吧 就和你就是说 没有折扣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长的信用期 就是九十天付款 是吧 那么让你告诉你说 付全额一万 那要这样的话 我折扣率 就是把这个折扣额 和我们这个总价 一万去做对比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 那我可以算出来 那我的这个 折扣率 就是百分之 这个是百分之四点六 对吧 那这个呢 一样啊 把折扣额除以一万 那我们这个算来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是百分之二点二 是吧 就是折扣率 只是折扣额占总价的比例 是吧 这是一个会计的常识 所以在做题的时候 那你就要先给他 就像我要写成分子分母的形式 就立即付款 他给我四点六的折扣 是吧 然后三天付款 给我三点五的折扣 然后呢 六天付款 给我二点二的折扣 然后九十天付全额 那就是 是这样 就会写成 就等于说要写成这样一种 就是分子分母的形式 那这样一来 你看 那我们每 不同时间段 他的折扣 你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说 首先大家要会确定 这个折扣率 是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付款的方式 可以写出来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啊 我们还是先来看 这个供货商的选择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个多重折扣的问题 那么 这道题让你计算放弃折扣成本率 而且要选择有利的供应商 那么我们先首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是选择这个 比如说假这个供应商的话 那我们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是吧 就选择假的话 如果我没有第十天付款 我是选择了信用期付款 那我放弃的折扣 成本率呢 那就是2% 除以1减2% 乘上360 比上信用期30减折扣期10 那这个可以得到 比如说36.7 比如说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我选择以供应商呢 那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呢 1%除以1减1% 乘上360 比上呢 30减20 对吧 信用期减折扣期 那这个比如说算 结果36.4% 那现在大家看 我们怎么来选择有利的供应商 首先大家知道 放弃折扣成本率啊 我们应该是和它的这个 短期贷款率去对比 那我们发现它都是大于15%的 都是要大于15% 所以我们说不能放弃 对吧 那既然不能放弃折扣 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啊 我们 看选择哪一个供应商 能够使你获得的享受折扣的收益高呢 因为我们说放弃 是你的成本 放弃折扣的成本 那现在我反过来问你啊 我刚才让你算的是放弃的 那我现在问你 我如果选择假供应商 我选择折扣期付款 享受折扣的收益是多少 放弃是成本 那我享受折扣的收益 是不是36.7%啊 对吧 因为你是要享受折扣嘛 我们说不能放弃折扣 那我享受折扣的收益 我们选择假供应商 享受折扣的这个收益率 选假供应商 我是36.7% 那你如果选择已供应商呢 你是36.4% 那我们选择享受折扣收益高的 所以我就应该选择什么呀 假供应商 对吧 所以实际上 既然我们说我们不能放弃折扣 我们要享受折扣 那就选择 可以让我们获得的这个享受折扣收益高的 或者说你放弃它的成本太大了 不放弃 对吧 所以不能放弃假 要选择假供应商 这是供应商的选择 另外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谈的就是说 就是商业信用决策啊 其实就是让你选择是 折扣期付款好呢 还是信用期付款好 那我们如果是折扣期付款 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放弃折扣的成本太大了 不能放弃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放弃的折扣太大 别放弃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放弃折扣成本很小 就是实际上就是你付款 那个付的利息很小 那我就可以放弃 就是信用期付款 所以判断是折扣期 还是信用期付款 我们是要把放弃折扣成本利盒 给我的短大利息对比 放弃的成本太大了 不放弃是吧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 多重付款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立即付款是一个折扣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30天付款一个折扣 是吧 60天一个付折扣 90天付 这个不用付钱额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 多重折扣 如果是多重折扣的话 我们应该是选择享受折扣收益 最大的方案 那这个怎么来考虑呢 就是如果遇到多重折扣 像我们刚才所谈的那个 那就是你首先 他不管怎么来说 你要先把它 列视成这种分子分母 这种形式 那你像我们看一道题 他告诉你说 有一个制造业的企业集团 生产耗费的材料 净价的总价是540万元 供应商鼓励甲公司 尽早还款 所以给甲公司开出的 这个现金折扣条件 是10分之2 20分之1 30分之N 那就是越早付款越优惠了 是吧 然后目前呢 甲公司用于支付账款的资金呢 是需要在30天的时候 才能够周转回来 然后是30天以内的资金的需求呢 你是要通过借款来筹集的 借款的利息率是4.8% 我们来看他的要求啊 比如第一个让你计算 放弃折扣的资本成本率 这个放弃折扣成本率 大家要把握一点啊 就是有几个折扣 你就要算几个放弃折扣的成本率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啊 我说立即付款 有一个折扣 对吧 30天付款有个折扣 60天付款有个折扣 90天付全额 那如果考试上你计算 放弃折扣的成本 那你就记住 有几个折扣率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几个 放弃折扣的成本 那么像我们这套例题呢 有两个折扣率 对不对 所以呢 那首先我就可以先算什么呀 我放弃 第一个折扣 就是放弃我们第十天折扣的是吧 我放弃第十天折扣 这个成本是多少 那么放弃第十天付款 这个折扣的成本率呢 那按照我们这个前面讲的 折扣率2% 除上1减折扣率 这是我的期日率是吧 然后再乘上一个360 比上信用期减折扣期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有同学会说 这不是有二十吗 我用二十减十行不行 不可以的 因为你想你这个折扣率2% 这2%是 为什么会有2%折扣啊 它只是相比较 第三十天付款的折扣 对不对 就是你第十天付款 相比较第三十天付款 有2%的折扣 如果要是说你第十天付款 相比较二天付款呢 那折扣额可不是 那个折扣率可不是2%的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这个 2%的折扣是相对于 信用期付款的总价来说 那个折扣 所以它的分母一定要用信用期 减去折扣期 这样得到我的放弃折扣成本率 比如说我们算下这个结果 36.7% 这是第十天 就是放弃第十天付款的 那个 就是成本率 或者债务资金印记利息率 我就可以得到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果放弃 第二十天呢 放弃第二天付款的 折扣成本率呢 那我们就是 折扣率 除上1减折扣率 然后乘上一个呢 360 也是信用期 减折扣期是20 所以这样我可以得到 36.4% 对吧 所以这个放弃 折扣成本率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那么如果要是考试它 假设啊 其实我们如果直接就问你 我到底是第三天付款 还是第二天付款 首先大家看到 它这个借款利息率啊 很低的 只有4.8% 我们放弃折扣的成本率呢 都是比它高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放弃 我们要享受折扣 那既然是享受折扣 我们就选择 享受折扣 收益高的 这个实际上是 就是这个我们算都是年的嘛 对吧 实际上就是你如果按天呢 你把这个 就是年利率 你要把它变成天利率 你就除以160吧 就从每一天的这个 享受折扣的收益来说 我们当然是第十天付款 享受折扣的收益高 对吧 就它都是大于4.8%的 所以你如果要让我判断一下 我们选择 哪一天付款 选择享受折扣的收益高的 你放弃是成本 享受它那就是收益 是不是 所以我就选择第十天付款就可以了 但他有的时候考试啊 他 我没有说就让你就结束了 我现在想要你帮我算一下 我就想让你帮我算一下 第十天付款方案 比信用期付款 享受折扣的净收益是多少 就是我们让你算一下几个收益额 是吧 净收益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它的这个所谓收益或者成本指的是什么 你像我们第十天付款 你可以这么久 我们先分析一下 我第十天付啊 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我可以享受折扣对吧 我的好处就是 可以享受折扣 我享受的折扣 因为他用的是这个 他没有让你算这个百分率 是吧 他如果让你考虑的是 享受折扣的收益率 那我们就就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放弃折扣之门 那现在要想让你算净收益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发现的这出题人 他有的时候比较喜欢让你算一个 比如说这个收益啊 或者是短期的收益 或者说什么投资报告率啊等等 类似于这种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如果让我算这个收益 我们就想 他的收益是什么呢 就是享受折扣呗 我第十天付款 我可以有多少 这个享受折扣的收益呢 那是540万 乘以2%呗 对吧 我用万了啊 这是我的享受折扣的 这个收益 但是呢 人家这个题里面 特意提出来 我们这个 用于支付账款的资金 是需要在30天才能够周转回来 如果你在30天之内 要付款的话 你是要借款的 那借款要支付利息的呀 对吧 所以那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这个相当于我们第十天付款 那我就要相当于是 要支付借款 我要借款来付这个货款 对吧 我们就要考虑借款要支付的利息 那你借款支付的利息 首先大家看一下 你需要借多少钱呢 因为我们的总价是540 但是因为我们可以享受折扣 所以我的借款额 其实我 应该是540乘1减2% 对吧 这是我要支付的货款额 然后我付的利息是多少啊 利息它 告诉我年利率是4.8% 这是年利率 那一年是360天 那我天利率 3.8除去360 对不对 然后你要借多少 多长时间呢 它是告诉我们啊 我们就是 30天之内的资金需求 通过借款筹集 等于说你这个第10天付款 到第30天 钱能够回来 有20天 所以这20天 你要考虑借记利息的 对吧 所以我要考虑这20天的利息 所以我乘以20 然后呢 我们这个享受折扣的净收益 就是你要 人家让你算的是净收益 就要看他要求了 对吧 如果他不需要你算 这个净收益 就是问你 选择哪一个付款方案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根据我们的放弃折扣成本 因为你放弃是成本 但是我享受它其实就是收益 对不对 我选择享受 这个收益高的 但现在人家想让你求一下净收益 那你就要考虑 我们这个借款支付 这个你借 这个钱 你要多支付20天的应急利息嘛 所以这样一来 二者一减就是净收益了 那我们再来看 它是相比较了什么呀 是和第30天付款比的 对吧 第30天是信用期付款 信用期付款有没有折扣 没有 然后呢 要不要这个支付利息呢 人家说如果付款的话 到第30天 这个用于支付账款的资金 就可以周转回来 就不用借款了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利息了 对吧 因为实际上你 你就可以想相比 第10天付款 相比较第30天付款 我还有一个应急利息的 对吧 对吧 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收益 所以呢 你这样一来净收益 就好处了 一减就完了 那我们再来看啊 第三份 我把这块也给来这里 那第二天付款呢 如果第二天付款 你的折扣啊 它实际上是给多少 1% 所以我的折扣额 就是540乘以1% 这是我的收益 但是呢 因为你第二天付款啊 那个资金得到第30天 才能周转回来 所以第二天要比第30天付款要 等于说要占用10天的资金的 应急利息吧 对吧 那我的利息怎么算呢 我得根据进额 就是540乘以1减1% 这是我的这个货 我要借款 要借的是我 针对货款来借钱 对吧 我要借这么多钱 然后呢 天利率 4.8% 除以360 这是我每天的利率 然后乘上一个呢 10天 对吧 因为第二天比第三天 我是占用了10天的应急利息 所以两个一减 哎 我们这个净收益 所以就是说他 看他考试怎么要求 他如果让你求收益 你想收益 让你求净收益 折扣是你想要的收益 但是呢 你要考虑应急利息的支付 扣除以后就是净收益 对吧 这事实上就是我们 嗯 补充一下 对吧 就是要 要灵活 要根据他 这个题目的要求啊 但他如果不要求你 算净收益 就是让你算放弃 折扣成本率 然后进一步决策 其实你就可以简化 就按照 放弃是成本 那我享受他就是收益 就享受折扣的成本率 就是这个收益率是多少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接着看 第四文章 你判断应该选择 哪一个付款方案 那我们就是看 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算了 想要折扣的收益 第二天 净收益 46 872 然后第十天是 93888 所以我们选择 进收益大的 是吧 所以第十天付款 实际上你按照那个 放弃折扣成本率 我选择享受 折扣成本高的 对吧 也是第十天付款 一样的